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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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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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 三三夜段横跳翔 喜守族 否不保 我卑還瘦族同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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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棍 起棍 加油啊 加油 好 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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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 杀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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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关 三位一体啊 你懂吗 三位一体 杀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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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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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关小心 动手 快 李小桓 是你儿子案件伤人 与事役无关 你还是先想想 怎么救你儿子吧 好 好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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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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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现有突发情况 比赛稍后进行 来人 把方施玉押回衙门 为什么抓我 李永病了你 我怎么了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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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西关耍得快活逍遥拳 是你外公自创的 那个戴面具的猪头 是我外公啊 可我不知道他人在哪里 每次他和我们 都会约好时间和地方 然后主动来找我们 西关也知道的 是吗 走了 放开我们的狗爪 少爷自己会走 是 爹 让我娘准备好吃的 我一会儿就回来 放开 放心 傅君 女儿想抓老子 哪是这么容易的事啊 我能让你抓到了 怎么样 苗老爷 这可是上德罗女儿恐的 这这这不是糟件了吗 这么巧啊 你也在这啊 你还笑 你还笑 你真的很过分哪你 把我一个人扔在方家不管 到了杭州也不见我 要不是西关的招式露出了马脚 要不是我够聪明够伶俐 我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你了吧 这这这现在不是见面了吗 早见晚见都一样了 你看你 现在气色也好 身材保养得也不错 穿戴就更不用说了 看来你在方家过得不错了 还惦记我这糟老头子干什么呀 德爷 他倒是比你更像我爹啊 他倒是比你更像我爹啊 一天到晚滴滴咕咕的 我一点自由都没有啊 你别岔开话题 你这次来啊 我是绝对不会放你走的 你也知道你爹我呀 可是过惯了云游四海 闲云野鹤般的生活 这个不行不行不行 哎呀爹 我们这么多年都没见了 你刚来你就要走啊 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哎呀 你也是知道我的啊 我看见那个方德我就头大 哎我不行不行我走了 不要紧 大不了你不要见他 施玉你总要见的吧 方施玉 你见到本官为何不下跪啊 你没有搞错吧 在公堂之上跪的只有两种人 一是原告二是被告 既然原告美滋滋地坐着 你凭什么要我下跪啊 我没要求你给我自个做 已经算是客气了 你果然是油嘴滑舌 油腔滑吊 我问你 你可承认你持刀行凶的事实啊 我承认什么呀 我这叫介义勇为啊 你想想看 如果在大街上 我看见一个人呢持刀行凶 我挺身而出 介义勇为 这能叫害人吗大人 你要搞搞清楚 不要乱冤我好人哪 我只是救人而已嘛 放肆 方氏玉 你重伤了我的人儿 现在成了被告 还要在这儿胡搅蛮缠 连大人 对这种刁民 我看不用重刑 他是不会老实交代的 大人 那是雷人企图行凶在先 这与我儿子事与无关哪 对啊 对啊 公堂之上 不得喧哗 来人哪 且慢 大人 您看这个 方氏玉 您本案案情复杂 延缓在神 最近几日 您不得离开家门半步 随时听候衙门的调遣 你听明白了吗 明白了知道知道了明白 退堂 好 誓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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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老爷雷夫人告辞了 不送 爹 爹 廉广田 你这狗头上的乌纱帽 是我给你戴上去的 我照样可以把它摘掉 这 这不关我的事啊 不关你的事 那你说 是谁指使你这么做的 是我 习官 怎么样 身体不疼了吧 我没事了 诗玉你怎么样 我是谁啊 我是铜皮铁骨的方诗玉 诗玉 对不起 永春姑娘都告诉我了 我误会你了 不提了不提了 对了 我私藏了一种药 比我们家阿花的药啊 要强一百倍一万倍 你有没有兴趣试一试啊 什么药啊 这么厉害 药效非常足 不知道你受得了受不了 看你有神神秘秘的 赶快拿给我看看 好 出来吧 怎么样 我说要到病厨 没有骗你吧 是不是好药啊 我的红烟 好了 既然是好药 就得抓紧吃 我都浪费了 就不好了 我呢 也要去找我的好药了 你就让我这样跟你说话吗 不好意思 永春姑娘 坐 你也坐呀 你这样站着 我还得抬着头跟你说话 你想累死我呀 我坐 你的伤怎么样了 哦 我喝了方法人熬的药 身体觉得没什么大碍了 谢谢永春姑娘关心 要不是你告诉我真相 我还不知道怎么办呢 你谢我干什么呀 我还要谢谢你呢 谢我 对呀 要不是你打赢了雷人 我现在正在以泪洗面 准备嫁给那个雷人了 哼 这个雷人真是欺人太甚 卑卑无耻下流 要是嫁给他 一定不会幸福的 你这么激动干什么呀 哦 我 我问你呀 要是 向我提亲的那个人 不是雷人 而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 你会怎么样啊 哦 啊 傻瓜 我有的时候 的确是挺傻的 你何止是傻呀 简直就是个木头 你要不是木头 你怎么会成天抱着那把破伞 站在街上呢 还为了那把破伞 帮我打个半死 你说哪有像你这样的人哪 永春姑娘 真的是不好意思啊 你呀 你真是让我开了眼界了 我长那么大 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人 放心 我一定买一把新的伞 赔给你 不必了 我就喜欢那把破伞 那把伞虽然破了 它不能挡雨 也不能挡太阳 但是 它却包含了很多很多 又纪念寓意义的故事 可是那把伞已经烂了 不能遮雨 不能挡太阳 那留着它有什么用啊 要不是那把伞 我怎么会认识你呢 我怎么知道 这个世上 还有你这么一个人 这么重视我 这么的为我去拼命 这么的傻瓜 这么的木头 我 我 我 好了好了 我不跟你说了 你先好好休息吧 我先回去了 要不然我爹又要担心了 对了 虽然那把伞 包含了很多异议 但它毕竟已经破了 下大雨的时候 你可千万别拿它 来给我挡雨啊 嗯 知道了 那把绣伞 你就收着吧 我一定会买把新的 为你遮太阳 为你挡雨的 好不好 喂 你干嘛 嘿嘿 我这伞呢 雨天可以遮雨 晴天可以挡太阳 红爷 你要花多少钱买啊 你 你居然偷听 我保证没有偷听 因为我是看到的 你这傻瓜加木头啊 十月 你 好了好了 不闹了不闹了 我回来这么久啊 还没有吃饭呢 我先去吃个饭 然后就一起回书院 好好珍藏吧 来 爹 嗯 嘿嘿 嘿嘿 本少爷回来喽 好酒好肉伺候着啊 嗯 嗯 喂 你是猪头天辈 嘿嘿 我这样你都认得出来 喂 你成天穿那么一件破衣服 我早就认出来了 你看看你看看 这小子完全遗传了我的聪明 嗯 遗传 哎 大花什么遗传啊 哎 这是你外公 外公 哇 不会吧 你说猪头前辈是我外公啊 哎 你娘我虽然贪玩了一些 可是还没有封到乱认爹的地步啊 嗯 我说呢 怪不得我们一见啊 一见如故啊 哈哈哈哈 嘿嘿嘿 嗯 哎 来来来 做事吧 外公 我当时说说的啊 你不会来真的吧 你自己说过的 我要是你外公的话 你就拿一根头发上吊 对不对 嗯 外公 你舍得让你的乖外孙上吊吗 嘿嘿 我怎么忍心让你做这种事啊 嘿嘿 这小子啊根本就是我的一个翻版 难怪啊我是越看越喜欢 嘿嘿嘿 好了好了好了 一个呢是我的老爹 一个呢是我的小爹 嗯 哎 对了世语 比赛的时候我看见那个薛潘青是 拳拳到肉 招招狠毒啊 你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 那还不是因为我们家阿花 给我挑的那个药酒给我喝啊 哎呀那个药酒啊 比干水还难闻 比黄连还苦啊 哎呀想起来就恶心了 嗯 那个比干水还难闻 比黄连还苦的药呢 是我以前教你娘熬的啊 嗯 怎么 听起来你怨气不小啊 嗯 好不喜欢 你给我吐出来 哎哎外公 哎我知道 这苦口的都是良药 对不对阿花 哎外公 我听阿花讲啊 你教我汇钱和红西关的功夫 那个什么什么从什么什么逍遥什么拳 是分开交给我西关和汇钱的 哎 老实讲 你教了我们几成啊啊 两成 两成 嗯 你要外公交给我们两成 就把那个雷人打得劈滚尿流 如果你要是全交给我 那 那还用说 我们是什么关系 嗯 我看你这么机灵 这么玉树临风 又这么具备我当年的风范 哎 你放心 我啊 一定把我全套的武功全交给你 哎外公 真的 哎呀那真不好意思啊 这臭小子 跟我客气什么 知道的 你外公我想当年 喂喂喂喂 喂 你们两个当我是透明的 哈哈哈 爹啊 你真是太过分了 我求了你这么多年了 你都不肯把这套拳法交给我 交你 你自己什么品心 你自己不清楚吗 交给了你 这方德就是有九条命 你也不够你折腾的 你在说些什么呀爹 想我在方家持家有道 嗯 行良输德 相夫教子 可守妇道 嗯 你 你呀算了吧 嗯 我亲眼看见你 弃走丈夫 纵子行凶 呃 外公啊 你听我这做外孙的 说句公道话 我那个德爷啊 整天气呼呼的 那纯粹是因为他 他没守成规 顽步不化 嗯 没有办法接受 我们家阿花的一些 呃言谈 举止 行为而已 对不对啊 嗯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嗯 你和我都是过来人 不不不 你是过来人 这夫妻俩 床头打架床尾和 很正常嘛 至于今天那个雷人哪 你也看到了 你也看到了 是他先案件伤人的 我们这么做 只能说他自作自受 自食其果而已 光我们屁事啊 是吧娘 是啊 爹啊 你听听听听 还是我儿子最明白事理啊 嗯 正所谓公道自在人心 嗯 你呢 以后还是要多跟世欲 沟通沟通 嗯 你们两个啊 不不不不 老公 应该是咱们三个啊 嘿嘿嘿 嘿嘿 喂 这么难得我们三世同堂 不如一起去喝一杯吧 哎呀 好啊 真好 这句话说得我心可而生了 这喝酒才是正事儿 嗯 我说我方世欲怎么酒量 那么惊人哪 原来是得了外公你的真传 嘿 实敬实敬 嘿嘿嘿嘿 好说好说 今天哪 就让我看看你的酒量 好 我现在就去叫洪西关来 怎么是 不醉不归怎么样 好 走 走 提督大人 请 嗯 提督大人 小夫人实在不明白 这次为什么要放了那个方世欲 令公子暗箭伤人在先 而后失足自伤 怎么能将责任 全都推到方世欲身上呢 武者最重要的是武德 不能做到光明磊落 这样的人 我朝是根本不会启用的 否则 将有损我大清的国体 提督大人 这么说 我仁儿是白白受了这活罪了 有一个办法 你也可以挑战方世欲 我 你可以让他立生死状 如果你打赢了方世欲的话 雷老爷 在擂台上 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为令公子学耻了 我一直听说 方世欲的功夫了得 但未能亲眼所见 擂台比武 的确是个不错的机会 敢问提督大人 这次您为何来杭州 还是亲临我雷家 我来这里是为了两个人 一个是方世欲 另一个就是洪西关 提督大人 这方氏玉和洪西关 究竟有什么能耐 竟然能惊动您亲自出马 你管好你擂台的事 其他的事 就不劳烦你操心了 何必强颜欢笑呢 雷老爷 老爷 老爷 夫人 少爷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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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少爷 小姐还在给大少爷看病 小姐他说 他说什么 说 小姐他说 少爷能不能保住性命 就看机馆了 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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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老爷 一 二 一 二 好 好了 大家休息一下 好 休息一下 好 休息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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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宁儿 宁儿 给你干割拿来的吧 真好 别臭美了 大家都有份啊 我也要 吃月 这个好吃 好 来来来 习乖 来 好吃吗 你看人家狼情惬意的 真是幸福啊 是啊 别人珍茶倒水 嘘寒问暖的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爱情 怎么了 施鱼 羡慕啊 还是嫉妒啊 不过其实以你这么好的条件 你也可以找一个 对你来说 比考武状也简单多了 我呀 既不羡慕也不嫉妒 我呢 有我们家阿花就行了 你呀 不要光看见贼吃肉 看不见贼挨揍 听说这爱情啊 痛苦着呢 我才不要呢 不要 这可不一样 你心情不好的时候 有个人在你身边的话 就可以陪着你 替你整夜整夜地吐苦水 我们家阿花可以做到啊 那当你辛苦一天回到家里 有个人在你身边的话 他会做好饭菜 等着你回来吃 阿花呀 我经常会这样 哎呀 当你一天劳作下来 浑身腰稀酸软的时候 有个人在你身边的话 他可以帮你垂垂这儿 揉揉那儿 你要知道 我们家阿花的按摩功夫 那可是天下无双啊 嘿嘿嘿嘿 这可不一样 那服侍你旧情 给你生个一男伴女的 方夫人总办不到了吧 你简直说的是废话 按照你的这个逻辑来看呢 是个女的就能做到 我干嘛非得找一个呀 说是那么说 不过我告诉你 世约 如果有个女孩 可以做到你娘做不到的事情 不是说生孩子 到时候 我就不信你不动心 怎么样 什么怎么样 敢不敢打赌啊 我才不跟你赌呢 哎呀 刚才跟你说了 那么一大堆无聊的话 口都渴了 哎 还是小雪好 你看小雪 送水来了 胡公子 谢谢 请喝茶 哦 嗯 谢谢啊 嗯 不打扰你们喽 哼 哎 胡公子 那天在比武场上 我看到你可勇敢了 嗯 其实没什么 虽然是勇敢了点儿 可惜 我的五辜还是不行 受了重伤 不不 你虽然受了伤 但是你还是勇往直前 我最欣赏的就是你那种 明知山有虎 偏向苦山行的人 我相信你以后 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大英雄 我 对啊 真的 嗯 盖世大英雄 胡公子 莫名我的期望 你还有一些我亲手做的糕点 要不 你给我先尝尝吧 好啊 走 来 来 哎呀 哎呀 这是适风日下 给 谢谢 连无贵前都有仰慕者了 嗯 真好吃 只有我一个人 形影相调 我不至于混得那么惨吧 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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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你们 过来 什么事啊 泄露 你真是 激我以不及过 我爱你 你也要闻了 你得把我的学院 把我关好 你得果好 你得我 你得果然 我好 你得果然 我必要 你得果然 我得ados了 你得救我 爹不能没有你 你要挺住 娘 仁儿 不怪法世玉 是我不好 渊源相报 好 何时了 要许 仁儿 哥 仁儿 哥 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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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儿", tän! 仁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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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氏医 我找不了你 我找不了你 走好客官 走好啊 给我砸 给我砸 不能砸 你们干什么呀 不能砸 你们干什么呀 雷大人 雷大人 您就是干什么 滚滚滚 我不想跟你多废话 叫你的狗儿子方世玉 滚出来见我 雷大人 世玉在书院读书 他不在 在书院 全杭州城 敢在我雷老虎面前 睁着眼睛说瞎话的 你方德还是第一个 识相的 赶紧叫你那狗儿子 滚出来见我 雷老虎啊 我怎么敢骗您呢 世玉确实不在 你还和我装糊涂 你那个狗儿子光天化日之下 心胸重伤我仍而至死 今天 我就是来找他算这笔账 雷老爷 那是令狼他 他暗算红习官 所以世玉才助手帮忙 可这事官府都用了定论 雷老爷 您看看这样行不行 要不 我方德 我方德赔您医药费 闭嘴 你这个穷鬼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雷老虎谈钱 谈 好啊 好啊 我现在就把你打死 然后 再赔你个安葬费 这样 我们两家的恩怨 就一笔勾销 哎呀 老爷 没事吧 没事吧 老爷 雷大人 君子动口不通手 您这是何苦 老爷 有话好好说吗 嗯 你言下之意是说我雷老虎不是君子 好 我死来你只能狗嘴 雷老虎 你自以为德高望重 我家老爷手无寸铁又不懂武功 你出此狠手来打他 你要不要脸啊 还讲不讲理啊 算了算了算 你这个婆妇 你们方家上上下下都是卑鄙小人 诸搞不容 我放不着跟你们讲什么道理 哎呀 好 黄德 你转告你的狗儿子方诗玉 我雷老虎 是来向他挑战的 嗯 你们两个老东西给我听好了 我要的是 那方诗玉的狗命 走 老爷 爹 给 爹 哎呀 哎呀打就打了 这个雷老虎太嚣张了 我一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看我这次怎么扒了他的虎皮 抽了他的虎精 还要拔他的虎牙 他太嚣张了 爹 我现在就去找那个雷老虎 我揍他去 站住 诗玉啊 你知道那个雷老虎他有多厉害 难道你就 让爹眼睁睁地看着你 被雷老虎打死 爹 可这次被打的人是你啊 这不是我方诗玉要找事 是他们欺负到我们家门口来了 我这次真的不是多管闲事啊 娘 老爷 老爷 完了完了 完了 哎呀什么完了完了 不是我完了 是雷人完了 雷人完了管你屁事啊 哎呀 雷家请了称邻所有有名的大夫 都没有用的 雷人他不致身亡了 啊 啊 哎 爹 哎 那个雷人被我打死了 活该 他咎由自取 真的被打死了 我不出手的话呢 死的就是红西关 哎太好了 啊 你去打探情报 嘿嘿嘿 这下可好了 啊 是挺好的 哗你个头啊 我说雷老虎怎么 气成那个样子 那可是一条人命啊 雷老虎只有雷人一个儿子 现在雷人死了 雷家就绝后了 哎呀 雷老虎 绝对不会跟我们善罢甘休的 他独步独苗 绝不绝后 关我们家什么事啊 要怪就怪他雷人 血液不清 撕泪活该 儿子 这次不是闹着玩的 啊 雷老虎的极点疯虎拳 你娘我都没有十足的把握 何况是你呢 擂台 不能上 看什么 啊 你说我没有义气也好 你怎么说我都好 这次呢 我就站在你爹这边了 哎呀娘 我 我是知道的 那个雷老虎那是个疯子 我们就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了 如果我们跟疯子打起来 别人会分不清谁是疯子的 对不对啊 哎 但是 是可杀不坑辱啊 这次摆明了是他们在找我们的茬儿 我们总不能看着别人骑在我脖子上拉屎 还不让说臭吧 爹 你放心 以我方施玉的武功啊 一定可以把雷老虎打得稀里糊涂 爹 我现在去找他 站住 人都死了 你怎么还这么逞能啊 你娘已经把道理跟你讲了这么多 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啊 可我刚才已经讲过了 如果那天不出手的话 现在死掉的那个就是红西关 总之那个雷人是自作自受 自食其果 总之他 他是死有余辜 总之 总之总之 总之我就是不能让你去打类 你要打 且把我打死 把我打死 老爷 去 老公懂了 冤家遗解不遗解 我看可以 请蔡公出面 找雷老虎谈谈 如果能言和 那就最好了 施玉啊 这次的擂台 你真的不能去的 娘 这么丢人的事 我求求你千万不要去做啊 我方施玉 从小的时候 你就告诉过我的 男子汉大丈夫 应该顶天立地 可我还教过你啊 大丈夫能屈能伸 好汉不吃眼前亏的 蔡公 你有什么话赶紧说 我和夫人还忙着呢 雷老爷是痛快之人 那我就直说了 今天 我是为了方氏玉 和令郎之事而来的 是方德请你来的吧 比武那天老夫就在现场 这纯属是个意外啊 雷老爷 希望你和方家以和为归 化干戈为玉帛呀 和 怎么和 难道我仁儿的命 就这样白白断送了不成 这笔账我找谁来算 啊 雷夫人 方氏玉 固然不应该贸然出手 可是令郎偷袭在现啊 也有不当之处啊 当然了 方家说了 令郎的后事 一切由他们负责安排 另外啊 叫方氏玉 再当众给二位倒茶谢罪 希望二老能够高抬贵手啊 既往不咎 以后 方氏玉 就当作是您二位的半个儿子 所有该尽孝道的地方 那是一样都不能少 方批 方氏玉这样的狗子阿种 还想做我雷老虎的儿子 他呸吗 荒谬 我仁儿其实方氏玉那种 猫三狗四的东西可以替代的 千真万缺 方氏玉那个狗杂种 三番五次和我雷老虎作对 这次 又杀了我仁儿 请问蔡公 我该怎么做 再请问 世上有哪只老虎是吃素的 雷老爷啊 方氏玉是个晚辈 您何必跟他计较呢 当然啦 我能理解您的丧子之痛 那么您说 这事该怎么处理 您的心才能稍稍平复一下呢 好啊 那就麻烦你蔡公 回去转告方家 让方氏玉吃神裸体 在身上邪满毁过书 游街三日之后 再到我仁儿的坟前 连扣七七四十九个响头 最后 当着我雷老虎的面 自费武功 这样 我心里才会好受 一点点而已 我怎么知道 我去写会 还把手带走 我儿�� 立场 说 冊胀 好的 好啊 苍然怨怨也无悔 走死方无拘疲累 心无间不许谁陪 莫然回首时间始终已最美 盼来生花蝶永相随 走死方无拘疲累 心无间不许谁陪 莫然回首时间始终已最美 盼来生花蝶永相随 风破日 云千月 狼狠回响 自古浩尖 初年少 心无间不许谁陪 症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